公元前150年 是什么让汉景帝痛下决心 废了太子刘荣 又是什么让他最终决定 理年仅七岁的皇十子刘志为新太子 文景之志第十八集 即将揭秘 当汉景帝为平定无处七国之判 焦虑头疼之时 他的后宫并未让他省息 一场争夺皇太子之位的皇储暗战 正在激烈地上演 参与到这场皇储暗战的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 一是有意借助者 二是无意借助者 那么从有太皇太后撑腰的伯皇后 到儿子已经被立为太子的立即 从一心想让自己女儿成为太子妃的管桃公主 到不仅智商高 而且情商也极高的王美人 到底是谁无意借助 却被卷入了汉景帝的皇储之争 又是谁主动出击 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 今天收看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 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 文景之志第十八集 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在这场皇储暗战之中 先介绍两位被介入者 这两个人都没有想主动介入 后来被卷进去了 第一位被介入者是伯皇后 伯皇后呢 是太皇太后 伯太后的娘家人 这个人是怎么样被介入的呢 就是汉景帝啊 她的母亲 窦吉被立为皇后以后 窦皇后 她的长子刘起 并不是汉文帝的长子 汉文帝在做代王的时候 有一个王后 还有四个儿子 后来呢 她这个原来的王后死了 当汉文帝从代王到皇帝 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间 她原来那个王后 所生的四个儿子全死了 而且这四个儿子之死 和这个窦皇后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不是窦皇后 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 把人家的儿子杀了 没有 给窦皇后没有关系 这样一来呢 就给窦皇后的长子 刘起带来了一个 非常意想不到的结果 原来这个窦吉 生为窦皇后之后 生为窦皇后之后 她的儿子只是老五 她前面还有四个儿子呢 她只能是老五 但是前面那个王后的 四个儿子一死 她的儿子刘起 就成为了太子了 就成为长子了 先成为长子 所以汉文帝在立太子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来 长子刘起 很自然 就成为皇太子了 她是这样的 持了一个漏 捡了一个便宜 当上了皇太子 所以我们叫什么呢 这叫基于造就的皇太子 她做了皇太子以后 紧跟着她的麻烦也来了 她的祖母 太皇太后 伯太后 还健在 她是汉文帝的母亲 她的老祖母 从她的老伯家的娘家 选了一个女孩 非要指定她做太子妃 其实这个女人 太子刘起不喜欢 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喜欢 但是 刘起非常高明的一点 是她平静地接受了 本来 博太后 博太后犯了一个错误 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她不该给她的孙子 指定一个太子妃 她不该不顾太子的感受 不顾自己孙子的感受 指定了自己的一个娘家 女孩 这个女孩其实也很无辜 就是因为博太后这么一个止婚 她就成了太子妃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 当然这个错误是太皇太后 这个博太后造成的 但是 接受错误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这个皇太子刘起 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错误 当然 这个错误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因为 太子不喜欢这个博姓女子 所以太子妃无宠 等到刘起继位当了皇帝以后 太子妃升格成了皇后 这就是博皇后 博皇后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无宠 皇上不喜欢她 当然 伴随着无宠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无子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对皇后来说是个麻烦 但不是致命伤 因为只要是有宠的话 她无子她可以过几个 那么既然是无子 问题就出在哪呢 皇后无子 无非是两大原因 一个是不能生 一个是不受宠 而没有机会生 那么 博皇后无子 是她不能生呢 还是她不受宠 没有机会生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只是没有记载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史料来看 很大的可能性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很大的可能性是她没有机会生 因为她无宠 给原来的太子 后来的皇帝 亲近的机会很少 没有机会生 那么汉景帝有没有问题 汉景帝没有问题 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 汉景帝给博皇后无子 但是汉景帝和其他的 嫔妃 有六个嫔妃 有十四个儿子 这十四个儿子证明 汉景帝的 没有问题 他能生 虽然博皇后无子 但是因为太皇太后 博太后在世 汉景帝是不敢动 博皇后的位置的 当然太皇太后去世了 那就另一回事了 但是汉景帝要立太子 这是汉景帝登基以后 必须要办的事 立太子最好的办法是 立嫡立长 嫡就是立皇后的孩子 这不可能了 博皇后无子 立长是立他十四个儿子中间 最年长的 当然既是嫡子 又是长子 这是最好的了 但是因为博皇后无子 这个嫡长子的可能性是没有了 只能立一个长子 而不能是嫡长子 那么立谁呢 那么在 在这个他十四个儿子中间 他选了一个最年长 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讲 但是对于博皇后来说 既无宠又无子 成了博皇后一个大麻烦 换句话说 无宠是她的致命伤 无子只是她的一个弱象 其实博皇后既无宠又无子 她是不愿意卷入后宫的立处之争的 皇处争与她无关 但是 这么一个本分的女人 这么一个甘愿接受命运摆布的女人 就是因为占据了皇后的位置 被人惦记上了 一旦被人惦记上了 她就成为人家扳倒的对象 如果不扳倒她 不能再立皇后 不能再立皇后的话 那么皇后给皇子的吻合 就无法吻合了 所以汉景帝还是想立一个敌仗子 这是第一个 被无意卷入皇储暗战的女人 第二个被无意卷入皇储暗战的女人 是立即 立即是第二个被卷入者 立即呢 为什么会卷入去呢 因为立即入宫的时间很早 生子的时间也很早 在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中间 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中间 最年长的是立即的孩子 所以汉景帝要立长的话 只能立立即的孩子 所以公元前153年 也就是汉景帝前元四年 这个汉景帝的就在他十四个儿子中间 选了长子 长子叫刘荣 立长子刘荣做了太子 这个刘荣一立为太子 太子的母亲立即就被卷进去了 因为他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了 如果别人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的话 必然要废掉刘荣 要废掉刘荣 就会牵涉到他的母亲 所以这个皇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以后 这个刘荣和他母亲立即 他的命运就修其相关了 立即因为诸公早 他并不想卷入这场皇厨案战 更何况他的儿子已经立为太子了 但是有人惦记上他 他也就被卷入了 这样我们就讲说两个被介入者 一个是伯皇后 这是一个无宠无子的皇后 第二个是立即 他虽然是一个嫔妃 但他的儿子是长子 所以被汉景帝立为太子 虽说皇长子刘荣已经被立为太子 但是汉景帝还有另外13个儿子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关于皇厨之位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 特别是景帝的后宫之中 有三个人主动出击 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 那么两个被卷入者 我们都讲完了 我们下面讲一讲 还有三个主动介入这个皇厨暗战的人 主动介入皇厨暗战的第一个人 就是王美人 王美人是谁啊 王美人就是后来汉武帝刘彻的母亲 这个人可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女人 王志她的家庭啊 这个王夫人 王美人 她的个家族 她的个家族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家族 她的个不简单主要是她母亲 她的母亲叫张儿 张儿是谁啊 张儿的祖父是燕王张图 张图是怎么回事的 张图是项羽分封天下十八位诸侯王的时候 所封的十八位诸侯王之一 换句话说 王志的这个祖父 就是他的原来 他的祖父给刘邦同时被封为诸侯王 刘邦封汉王 张图封为燕王 那么张图是怎么来的呢 张图原来是燕王韩广的部下 当巨鹿之战的时候 燕王就派张图率军队去救援巨鹿 这样这个张图就带兵参加了救赵之战 后来又跟着项羽入关 而这个救赵给入关 我们前面讲过 救赵给入关是项羽大分封最重要的两个标准 你既能够参加救赵 又能够跟随项羽入关 那么你将来是最有可能被封为诸侯王的 张图两点都战 所以张图在项羽大封诸侯王的时候 很自然的被封为燕王 那么原来的燕王呢 原来的燕王叫做迁走 成了辽东王 到了公元前204年 公元前204年 当韩信灭了魏国 代国 赵国以后 燕王张图看到韩信的力量 势不可大 他就投降了汉王刘邦 这样燕王张图就成了刘邦的部下 后来那个燕王张图和那个楚王韩信 梁王彭月 他们一块推举刘邦称帝 两年以后 刘邦呢 开了大规模的 这个消灭异姓诸侯王的活动 张图担心被刘邦所杀 所以在公元前202年 张图就造反 结果被刘邦打败杀了 所以张氏家族就灰飞烟灭 这个张儿的祖父被刘邦杀了以后 张儿这个家族就毁掉了 但是张儿呢 她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了 这个张儿是个很有心计 很有报复的一个女人 她活下来以后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王仲 她嫁到王家 跟着王仲 她在王家生了一个儿子 王信 还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叫王智 一个叫王逆许 生了两个女儿 我们这里要讲的 主要是讲王智 王智就后来汉武帝的亲生母亲 但是后来王仲病死了 病死以后张儿又改嫁 改嫁到田家 又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田芬 一个叫田圣 其中那个田芬 在汉武帝那个朝代的中间 还做过汉武帝的宰相 那是后话 尽管张儿的家族已经毁掉了 张儿又生活在一个乱世中间 很不幸 他的婚姻也很不幸 嫁了一次 死了丈夫又要改嫁 但是张儿非常在意的是 他的两个女儿 因为张儿觉得 他这两个女儿 是他将来复兴张氏家族的 最重要的资本 所以他把恢复张氏家族 生育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他的两个女儿的身上 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就是王智 小女儿就是那个王逆许 所以这个张儿呢 在女儿王智的婚姻中间是千挑万选 最后挑了一家姓金 叫金王孙 王孙在那个时代 是贵族子弟的一个称呼 既然他的丈夫叫金王孙 可见金家不是一般的人家 应当是个贵族的后裔 本来嫁了这么好的一个女婿 那么张儿应当感到很满意了 但是在女儿出嫁以后 而且是在自己的女儿 在和金王孙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这个张儿碰见一个算命先生 他让这个算命先生 给自己算了一挂 这个算命先生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五个字叫两女皆当贵 你的两个女儿将来都能够成为贵人 这个话本来就是算命先生的话 你可以相信他 你可以不相信他 但这话一说张儿就很在意了 张儿很信 但是这个张儿怎么办呢 张儿一听这个算命先生 给他说这个话 那张儿简直像打了鸡血一样 疯了 本来他的女儿已经出嫁了 嫁到金王孙家 而且生了一个女孩了 这个时候他就要求他女儿 给人家金王孙家拜拜 给人家离婚 金王孙不干啊 金王孙好不容易花了钱 娶了一个老婆 而且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闹着离婚 没有任何理由 打听过来就是一句话 两女皆当贵 那王志的很配合他的母亲 就给那个金家打闹 这样一来 闹到最后 最后闹的竟然是什么 最后闹的离婚了 王志和金王孙离婚 这个女儿判给了那个金王孙 自己女儿也没有 这就很不简单 这就很不简单 因为我们可以想想 一个女人出嫁了以后 而且嫁着个人的家庭又不错 又跟人家生 你说生了一个女孩 至少说她嫁到人家金家 至少有一年呢 本来这个女人 到人家家里住了一年以后 结了婚 有了孩子都安定下来 谁也不愿意再动荡了 而且人家金家 对她一直很不错 她非闹着要离婚 离婚理由就是那个 算明先生的一句话 为了追求那个当贵的生活 结果就硬是要离 最后是离了 孩子也不要了 离婚 离婚以后 王志就按照他母亲的安排 给他送到了 汉门帝的太子的宫中去了 送到太子的宫中 这时候太子是谁啊 太子就是后来的 这个汉井帝流起 送到太子的宫中 可见 在张儿的眼中间 他的女儿 他的那个 女儿的这个 将来的富贵 只能嫁给 未来的 这个出君 当下的太子 未来的出君 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当然这个出嫁 我们觉得这场婚姻 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第一 我们从这些东西 可以看出王志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从这个出嫁生女 然后再离婚 再进入太子的宫中 可以看出来 王夫人 王美人 王志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 冷酷 王志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 他本来给金王孙过得很好 这个家庭也很美满 婚姻也很幸福 就是因为他母亲一鼓动 他就来的劲了 为了追求当贵的生活 可以说是抛夫弃女 丈夫甩了 女儿扔了 不要了 然后孤身一人 跑到了太子宫中 这叫什么 这叫冷酷 第二 果断 王志离开金家 金王孙家 到太子宫中间 存在着 至少存在着三大变数 有三个不确定 第一 算命先生 那个良女结当贵 可靠吗 不好说 算命先生一句话 你都敢相信 你都敢拿婚姻去赌 这可靠吗 实在是不好说 就这 他敢这样做 说明这个人很果断 第二 那么能不能进入太子宫呢 你给人家金王孙离 离了婚 你还生了一个孩子 你这样一个身份 能进太子宫吗 那你唯一的做法 隐瞒婚史 隐瞒婚史的可能性很大 第三 如果你隐瞒婚史 进入太子宫 有没有风险呢 如果被太子发现了 你在太子宫还能立得住吗 如果立不住 被赶出太子宫 你还能够回到金王孙家吗 所有这些问题 存在着一连串的不确定性 但是 王志敢于这样做 第三 野心 王志 这个离婚 进入太子宫 所有这些说法都奔着那个当柜 那个富贵去的 所以他的野心很大 整个让他动起来的原动力 就是野心 第四 冒险精神 王志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 否则的话 他不敢这样做 万一被人举报的呢 万一太子知道 他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生过孩子的女人 他还能在人家 太子宫中待吗 那会不会接受很严重的处罚呢 隐瞒自己的婚史 你欺骗了皇家 那会不会是 有更恶的 更凶的那种结果呢 很难讲 这只能说 王志是自断后路 义无反顾的 进入了太子宫中 当然 这跟他母亲有关 他母亲张儿 就是一个冒险家 张儿不但把自己的大女儿 迫使她离得婚 送入太子宫 隔了不久 又把自己的小女儿 也就是王志的亲妹妹 王逆许 也送到太子宫中 这叫双保险 这两个女儿 有一个得到宠幸 那么张儿就是赢家 如果两个女儿 都得到宠幸 那么张儿就是个大赢家 到底赢了没有呢 我们看史书的记载 太子性爱子 生三女一男 这是史记的外戚世家 记载王志进入太子宫中 王志进入太子宫中 太子性爱子 就是太子非常喜欢她 下面一句话 补充交代了喜爱的结果 宠幸 宠爱的结果 生了三女一男 四个孩子 王志在金王孙家 已经生了一个女儿 扔了 到了太子宫中间 又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 汉武帝刘彻 他的妹妹王逆许呢 王逆许进入太子宫中以后 逆许生四男 王逆许生了四个儿子 我们前面讲过 汉景帝一共是十四个儿子 其中张儿的两个女儿 王志贡献了一个儿子 他的妹妹王逆许 贡献了四个儿子 他姐妹两个 贡献了五个儿子 一共是十四个儿子 他姐妹两个贡献的儿子 叫三分天下有其一呀 五个儿子 那只能说明什么 说明 他的两个女儿 都受到了太子的宠幸 你想 我们知道的 给汉景帝生下来孩子的 有六个贫妃 那就说 还有一个五宠的 五子的 那个伯皇后 就我们现在知道的 有记载的 这个汉景帝身边 至少是七个女人 而实际上汉景帝身边的女人 七的后面不知道要加多少个零了 不知道要加多少个零了 应当说是很多女人 但是 王志和他的妹妹王逆许 竟然 各生了四个孩子 足以说明他们受到了宠幸 为什么呢 太子为什么宠幸他们呢 应当说叫三高 第一高叫颜值高 颜值高 第二高叫智山高 第三高叫情山高 我们举一个例子 王志生那个儿子的时候 他给当时的太子说了一句话 当时还没有继位 当太子的刘起说了一句话 说日入其怀 日入其怀 什么叫日入其怀 我梦见一个太阳 吞到我肚里头去了 我吃了一个太阳 生下来是一个男孩 这个话能信吗 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 自神其子 自己把自己的儿子神化了 这叫自神其子 第二 后人神化 因为他这个男孩 后来做了皇帝 而且是鼎鼎大名的汉武帝 所以是后人神化 第三种可能 二折兼有 二折兼有 两个方面都有 既有他的母亲 对自己儿子的神化 也有后人对汉武帝刘彻的神化 即刻加到一块 所以在生这个儿子之前 他给太子说 日入其怀 这件事有没有呢 不好讲 我觉得也可能去做了个梦 也可能根本就 压根就没有这个事 这纯粹是王志为自己的儿子造势的 而且后来还果然起了作用 果然还起了作用 应当说 王志在怀上孩子 特别是生下男孩以后 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孩子造势了 这只能说明这个人智商很高 不光颜值高 而且智商很高 公元前156年 王志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刘志 也就是后来 威名远扬的汉武帝刘彻 三年后 汉景帝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 同时立四岁的刘志为焦东王 在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中 刘志排名第十 地位并不险要 那么从皇十子焦东王 到皇太子之位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这不仅需要时间 更需要时机 而在这场皇主案战中 到底是哪个主动借助者 给皇十子刘志 创造了莫大的机遇呢 下面我们介绍第二个主动借助者 长公主刘桥 长公主也叫管桃公主 她是窦太后的女儿 长只是个竞称 作为窦太后的女儿 换句话说 她是汉景帝的姐姐 窦太后呢 是西汉时期 非常有权势的一个老太后 西汉的皇后中间 有三个太后很有权势 一个是吕太后 吕后 一个是窦太后 还有一个是王正军 那个王太后 这是西汉很有太后 都很有权 这是我们讲的 西汉很有名的一个老太后 窦太后 长公主作为窦太后的女儿 当然长公主身居高位 养尊处优 但是长公主刘朴这个人 胃口很大 换句话说 她野心很大 自己富了贵了 她还希望自己的女儿 也能够富贵 她的女儿叫什么呢 叫陈阿娇 长公主刘朴啊 就希望自己的女儿 将来能够嫁给一个皇帝 先嫁给一个太子 这个太子一继位 她的女儿不就成了皇后了吗 这就叫什么呢 嫁人不要嫁别人 一定要嫁给皇帝的接班人 这就是长公主刘朴 长公主刘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一旦目标明确了以后 他马上出手 现在太子已经立了 所以他第一个找的就是立吉 他觉得找立吉十拿九稳 谁不愿意攀高枝啊 谁敢不同意 娶我的女儿 做太子妃啊 谁敢得罪我长公主啊 谁敢不给我这个薄面啊 所以长公主刘朴想得太乐观 他觉得十拿九稳 结果他给立吉一说 立吉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立吉为什么要拒绝 立吉拒绝的理由很简单 立吉可以说是渡火中烧 满肚子的嫉妒的烈火 熊熊燃烧 为什么立吉会对长公主会满腔度火 可以说是满腔度火 也是满腔怒火 因为这个长公主有一个绝活 他专门负责给他的弟弟 汉景帝刘起介绍美女 专门负责给他介绍美女 而且介绍的是小美女 年轻美貌的小美女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汉景帝耗着一口 但是汉景帝身为皇帝 他又不能公开去这样做 他要公开去这样做的话 对形象很不好 那么谁负责给他介绍呢 他的姐姐 豆长公主负责介绍 所以汉景帝身边 就源源不断地有小美女来 汉景帝都喜欢 介绍的时间长了 那么这个长公主 也摸到他弟弟的脾气了 他弟弟喜欢哪一类的女子 他就寻找这类女子 送一个宠幸一个 送一个宠幸一个 每个人的宠幸都超过立吉 让生了太子的立吉 亮到一边去了 所以立吉是满腔怒火 满腔度火 满腔怒火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发泄的机会 现在好了 长公主现在提出来 要把她的女儿 娶给自己的儿子 做妃子 一口拒绝 对不起 拒绝了 这一拒绝 这是长公主刘嫖 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么拒绝以后 长公主刘嫖会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他是个主动介入者 他既然这个不成 他受的打击很大 他马上想到了 黄石子 刘志的母亲 王美人 他就找王美人 给王美人一说 王美人立即答应 立即答应得非常干脆 这家伙 斗掌公主的倾向性 就非常明确了 他一定要把皇太子 这个刘荣给扳倒 要把黄石子刘志 给立为太子 因为黄石子刘志 一旦立为太子 他的女儿程阿娇 自然就成为太子妃 将来太子一接班 他女儿就是皇后 就是成皇后 所以掌公主就把目标 对准了立即 要对立即开火了 掌公主的特点 我们前面讲过 掌公主的特点是 行动迅速果敢 行动又快又果断 所以王夫人答应了 这件事情以后 王美人答应了 这件事情以后 这个掌公主 就干了两个活 第一天天在汉景帝面前 诋毁立即 天天诋毁 第二个是 圣赞王夫人之子刘志 很简单 一个诋毁立即 天天诋毁 第二个赞美刘志 这两点 并不特殊 因为 立即挡了 掌公主的 女儿的路 他必须要把立即扳倒 因为 他的女儿已经许给了 王美人的儿子 刘志 所以他要把黄石子 立为太子 所以他就 攻击立即 诋毁立即 要立捧 这个黄石子刘志 但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 这个 掌公主说这个话 汉景帝信 还是不信 这个重要 汉景帝如果信的话 这个诋毁的力度 就会非常大 如果汉景帝不信 这个诋毁力度 就会非常小 汉景帝信不信呢 我们先看第一条 他诋毁立即 汉景帝信不信 汉景帝信 为什么信 符合逻辑 汉景帝知道自己 做了什么事 他身边天天都有美女 源源不断的美女 由他姐姐送过来了 他对这些美女的宠幸 远远超过得 立即的宠幸 所以立即尽管 给他生了长子 而且他的长子 已经被立为太子 但是立即一直是失宠的 不受宠 所以立即 对这些受宠幸的 这些美女 肯定有怨恨 长公主说什么呢 说立即和你宠幸那些 小美女在一块的时候 光在背后 搞那个非法活动 这个非法活动 很类似 汉武帝晚年的误谷事件 就是用妖术 来诅咒这些美女 所以汉景帝相信 汉景帝觉得这完全可能 因为我喜欢他们 我冷落了立即 立即对我喜欢的人 很厌恶 把他当为敌人 诅咒他们 这符合逻辑 所以汉景帝信 汉景帝对 斗掌公主 圣赞刘志 信不信呢 也信 为什么信呢 因为王夫人 本来留给汉景帝的 印象就很好 低眉顺眼 我们刚才说过 他颜值高 智商高 情商高 所以他才能生了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对他的儿子印象也很好 为什么呢 日入其怀 当年生的时候 就有一个贵兆 有这么一个急兆在里面 所以他相信 所以他相信 这样一来 汉景帝对王美人 和刘志的印象 就越来越好 对立即的印象 就越来越坏 对立即的印象越坏 就越会影响到 刚刚立的太子刘荣 这是第二个主动介入者 第三个主动介入者是谁呢 第三个主动介入者 是窦太后 那么窦太后 为什么要介入这件事情呢 她怎么介入这件事情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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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